为更好的帮助困境学龄儿童 为他们的学习生活提供有利的保障 解除后顾之忧 今天上午 九居龙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济宁市慈善总会 向济宁慈善九居龙助学基金 捐赠一亿元 深午十点 在九居龙集团总部智慧大厦三楼会议室 捐赠仪式正式举行 本次九居龙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济宁市慈善总会 向济宁慈善九居龙助学基金 捐赠一亿元 定向捐给肥城市京新学校 四水九居龙学校 屈赴九居龙学校三所公益慈善学校 我们如何把这个钱有效地用在教育上 而且我找到的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落实群体 可以说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 因为他们没有了父亲 或者说没有了母亲 家庭有遗弃了抚养责任 这个是最需要关注或者说帮助和合伙的 捐赠解自2005年以来 九居龙集团董事长徐福晶 先后投资创办 肥城精心四水九居龙 屈赴九居龙三所公益学校 为救助更多困境学龙儿童 2020年九居龙再次扩建肥城精心学校 目前已累计投资5.76亿元 帮助4911名的困境学龙儿童 走出人生低谷 选择在今天捐赠这一个亿 也是为了三所学校的运营 重点也是对肥城市精心学校运营所需要的飞 这一所学校每年要1500万的运行飞 每一位孩子每年的时间要12000到15000的样子 今年六月生活帮栏目 携手九居龙教育集团发起 点亮童年山东省困境学龙儿童助学公益行动 面向全省寻找筛选救助需要帮助的困境学龙儿童 在各地民政部门及公益组织的支持下 目前共接收报名信息1197条 经入户走访 544人符合招生救助条件 这些孩子将在今年9月入读三所公益学校 开启崭新的读书学习生活 如果您身边有亲戚朋友 或者您了解的有这样的困境学生的话 也欢迎您及时与我们联系 以便让这样的孩子 能够尽快得到救助和养教 其实我做了17年 我感觉到完全可以让社会 或者是让这些不幸的家庭 这些受挫折的家庭 有变故的家庭 放心地能把孩子交给我